这一节课咱们讲一讲这个奋房的正确方法 为什么要讲一讲 要着重地讲一下这个奋房的正确方法 如果你奋房的方法不正确 那么你去退断这个风水保地的风水效应的时候 就容易退缩了 容易退缩了 你奋房没奋明白 那么你就出现了 明明是涨房发价了 兴旺了 你就退断了个散 这就张冠礼带了 对不对 为了避免奋房去断风水效应的时候 避免奋房出现误差 咱们奋房一定要正确 要用正确的奋房方法 风水理论明文规定 左边庆隆是钥匙器房的位置 庆隆管的是钥匙器 白虎管的是369房 玄武和祝雀管的是二五八房 这个玄武直接管五房 岸山管二房 潮山管八房 如果没有二房的话 这个血性直接管老二 管二房 老二顶位顶老五的位 如果有老五的话 那么这个庄山玄武山 直接管老五 老五是庄山管的 按照潮山管二和棒 咱们奋房一定要正确 如果奋房你奋不正确 你就很难断这个风水宝地 他的风水效应 哪房兴旺 哪房帅 咱就很难断断了 所以要奋房 咱们一定要奋正确 白虎管的是369 如果这一家猪鹤山了 那么庆隆 所有的庆隆管老大 管长房 所有的白虎管 山房了 所有的血性潮山 直接都管老二了 管二房 这就是风水 咱们在奋房的时候 为了能断准 这个风水宝地 哪房先房 哪房后房 咱们奋房 一定要奋明白 一定要学对 再一个 庆隆白虎玄武奋房 再说一说 谁奋房 水分房 水对哪房的薪水 至关重要 风水上 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山主人鼎水煮柴 山主人鼎水煮柴 善是管的 银定信不信旺的 这个水是煮的 你家这个柴 奋不奋厚 就是这个道理 山主人鼎水煮柴 寻风水保的 首先要看气 以前都讲过 没有气咱看你什么风水保的 对 首先就要看这个气 这个气就是这个血性 也就以前讲的那个龙仔的龙蛋 龙仔的龙蛋 那么 以前都说过这个风水保的就是大自然发展规律的结果 也叫结晶 结晶体 这个血性就是大自然发展最后到最后的那个结晶体 咱们就找的这个结晶体 就是这个风水保的就是这个塞卖的进化 风水上不是理论点不说吗 细之嫩叶 心之嫩叶 就是找它最嫩的地方 龙仔之龙蛋 就是一个聚气爆了 就这个意思啊 右边管三六九 左边管一十七 坐山朝三管二五八 一半现在都以前计划剩余 现在随下人顶都是很小的 顶多最多 现在就是个啥个就不错了 有的个一个呀 有的个两个 个啥个就是不少了 咱们在分房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啊 如果咱先讲讲水 如果水从右边来 水从右边来 水从右边 这预待水 水从右边来 哪房先发呢 咱刚才不是说了吗 山主人顶水主才吗 那么水从右边来 他不可能 这一几个凤水保地 他们全家都是在那一天发了 对不对 不可能的事 有先发有后发 那么 水从右边来 那就是水从 369房这边来了 那么右方先发 那么右方先发 右方先发 比方呢 他个啥呢 水从右边来了 那么老三先发 然后再是老五啊 或者老二老大 接着就发起来了 这就是风水保 水从哪方来 哪方先发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叫 金德楼台献得月 就这个意思 水如果从庆龙这边来 那么涨房又下方先发了 二房和善房 后发 谁先发 谁后发 比方说这一家 哥们好几个 那他家谁一开始 谁先发的 有的是老大先发的 有的是老尼尔先发的 老善 就是墨字 墨房先发 那么为什么老大 他现出师的 他应该 闯上江湖的实验场 创业实验场 为什么老大没发 老是再忘了 这就是水决定的 这个风水保地 谁先发 谁后发 咱们去断 风水保地 这家的风水保地 哪房有钱 哪房钱 哪房钱最多 那就看水从哪边来 如果 水从向上来 水居明堂 那么 二五霸肯定要先发 这叫进德楼台县德约 二五霸肯定要先发 那 咱们不就是讲那 以水论法吗 谁先发 谁后发 谁是富 比方说 水居明堂 在右边 有个水坛 那么 山上肯定是巨富 水在从右边来 在水又居在右边 那么 老山肯定是一个大老板级别的人物 他是一个巨富 相当有钱 水居在 水居在左边呢 那么 涨房 有钱了 涨房发达了 信房发达了 水居哪 水居明堂 有一个 四面大八方的水 叫五露才神嘛 比方说五露 五露水来 五露水来 居在这个明堂 那么 一块儿都就放了 水居明堂嘛 水居明堂 就是全方 只要这个地方 有时封谁宝地 那么 他家 全是有钱的人 人定姓王 财源分厚 这就是 山主银顶 水主财的道理 以前也讲过 在一个大水库 在一个大水库 周围 涨了很多很多的财 那 不是 风水理论上 不有这么 山主人定 水主财 有水就是财呀 那么 这个水库 周围 涨了很多的财 都发了吗 没有 结果是肯定的 没有 发的很少 为什么 必须得有气 必须得是 风水宝地 有气则胜 无气则死 谁愿是一个水库 很大很大 一个水库 周围涨了很多的财 那么 发的很少 有气则化 没气 它就发不起来 为什么水 这么多的水 很多的财 都没发起来 为什么 因为 没有气 水 就是 这个水就相当于一个侧 这个水就相当于一个侧 那么这个血项 就相当于这个马 水大马小 小马拉大车 类似也拉不过来 不 这就叫 不配套 风水宝地 必须得配套 你水大 我地也大 我能享受了这些财 有多少财 我能拿到 就像咱们扛东西 体格不好的 它肯定扛不到200G 身体好的 体格棒棒的 肯定 散埋劲也不在话下 这就是 水大 地小 小马拉大车 类似也拉不动 所以 发不起来 水和地 一定要配套 就这个道理 那么 刚才说了 水库 作为 占了很多盆 都发了 没有 结果是肯定的 没有发 发的很少 得气 则发 没有气 有气 则什么 很多盆 什么叫气 以前就讲过 气 就是大地 跟龙脉 到头接学 有气 就鼓了个土豹 就像人吹气球一样 有气就鼓出了 那个土豹 这个豹 就是气豹 就是龙脉 就是具体气 谁点到这个气 具体点上 谁就发了 有汉立龙 有汉立龙 汉立龙的条件是什么呢 梁唱前卫自带 这个青龙白虎 这个是 全带的冤豹 这个就不需要水了 不需要水了 如果能看到水 它更加加速了 这个豹 水保地 发财的速度 如果水看到水 它加快 因为它是个富龙 潜贵两场之带 咱们点这个 汉立龙 没有水 他们在学性的 看不到水的地方 叫汉立龙 点汉立龙的 10号 凤水保地 如果这个凤水保地 形成了 那么他 庆龙 庆龙 白虎市场 全带的圆圆抱 这就是 潜贵两场 这就是富龙 不用水照样化 有水发的特别快 没有水能发的慢点 汉立龙 一样是凤水保地 就这个意思 以前讲过 立相 罗盘分隐阳 罗盘二次四相 黑之为隐阳之 红之为阳 立相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 以水立相 根据水的隐阳属性立相 怎么立相呢 比方说在这个薛性的位置 立相 用罗盘的铁盘 就进过这个白虎 上这个头 这边都是用白虎 都用白虎挡着的 看不见水 以明水为主 就从这个薛性 往这边看 哎 这边能看到水 可这个点能看到水 这个点用铁盘 看到这个点 正好在这个红字上 那么就叫阳水 阳水来了 必须立阳相 比方说 从这个庆龙这边 看这个水 哎 在这个薛性 经过庆龙沙围 这边都看不到水啊 这边看不到 有这个庆龙沙挡的 能看到水 也叫水一楼头的那个地方 水一楼头的那个地方 未阳 那么咱们要立阳相 哎 这个潮山是在五位 在五位啊 咱们要立直五相了 直五相为火局 如果看到的水 在这个阳位来水 咱们要立 仁山丙相 都是火局 仁山丙相 根据消杀 确定局 什么局 根据水 去确定阳相 是阳相还是阳相 jaw 他也没有 我知道 如果 我不能看 把它